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美國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國海 歡迎大家收聽時事觀察 節目播出的時間是4月1日 今集節目的題目是 南通禁止冥蔽子前 馬英九率台灣青年公祭牽原皇帝 更一有好幾個重要的中西方節日 包括中國的清明節和西方的復活節和漁陽節 節目播出的今天正正也是一年一度4月1日的漁陽節 今集我們就用輕鬆的角度來講一講中國發生的幾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江蘇省南通市最近宣布禁止大家去製造和收賣命幣和紙錢 根據南通發布這個官方的微信公眾號在3月26日的消息 南通市民政局和南通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在3月25日就發布了通告 表示為了進一步推動該市的殯葬改革 貧氣喪葬流閘、倡導文明制止、淨化城市環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殯葬管理條例和江蘇省殯葬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呢? 在全南通市的範圍中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製造和銷售 銘幣紙錢、紙責實物等封建迷信、殯葬用品 違反這個通告規定的由院級以上民政部門 匯同同級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予以沒收 可以並處製造和銷售金額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 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個通告自公布之日起馬上實施 這個通告發布後引起大量網友的關注和討論 很多網民都表示外面和祭祀祖先是中國人的傳統 不應該簡單被視為封建迷信 燒這個紙錢和紙責實物 確實可能會有污染空氣和引發火災的風險 但要改變這種風俗應該要用引渡的方法 而不應該簡單粗暴一刀切馬上即刻禁止 根據《紅星新聞》報導 南通市市民熱線12345工作人員表示 目前這個政策還未有調整 一切以已經發布的內容為準 但他們已經將市民反映的問題上報給了相關單位 《紅星新聞》就是引述南通市12345熱線的工作人員說 我們也在等後續的消息 市民可以關注後續的法寶 言下之意 好像這個工作人員都認為這個規定不合理 後面應該是需要修改的 南通市民政局有關負責人就向央廣網表示 當地是從精神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的角度 依據相關法律法規來推進這件事 但選擇在清明節前來宣布 這個工作人員都認為確實容易引起老百姓的一些誤解 這樣廣網就引述這位負責人說 老百姓有些議論 可能是沒有吃透文件的精神 我們是從市場行為強調禁止製造和銷售 沒有說禁止使用這個環節 南通市民政局這個負責人的回應 在網上都受到很多批評 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取巧的回覆 因為既然這個通告禁止企業和個人製造和銷售這些用品 既然製造和銷售都被受到限制 那即使我們說老百姓可以繼續燒紙錢 但他們的紙錢又可以從哪裡去買得到呢? 南通市這次這個做法 即使有些中央媒體都看不過眼 例如央廣網就發表評論說 在人們日常觀念裡 焚燒冥止只是製造中的一個環節 談不上是封建迷信 有關部門可以倡導 但不歸以封建迷信為由 簡單粗暴禁止人們焚燒冥止 城市管理是系統工程 要講法規也要看傳統習俗 世情世理 世情世理這個形容詞我都比較少見 應該意思就是人情世故 今次南通市禁止冥閉紙錢等等的喪葬用品 引起網絡上很大的批評聲音 甚至一些中央媒體都發聲表示批評 但截至這個節目出街的時間 都未聽到南通市表示要收回這個決定 現在網絡上討論這些問題一般會分為兩個派別 一些人會認為燒紙錢是封建迷信 應該是禁止 另一方面有些人會認為 燒紙錢只是一種民族 即民間的習族 因此無傷大壓 我自己就認為 究竟燒紙錢是封建迷信 還是民間習族 這都不是問題的重點 因為迷信和民族 往往都只是一線之差 關鍵是在於 今次南通市發表這個通知 雖然說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 和殯葬管理條例等法規 但這些法規本身 不能明確得到應該是在南通市禁止使用這些殯葬用品的結論 畢竟這些法例已經存在了很多年 但南通市今年才開始禁止燒紙錢 去年沒有禁止 前年也沒有禁止 難道去年或前年時 就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等法規嗎? 而即使真的要禁止 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就會在清明節後才禁止 而不是在清明節前兩個星期就突然落實禁令 畢竟一年一度的清明節 很多商家已經提前製造了這些紙錢和銘幣或紙責公仔 而透過不同的批發商、經銷商一層一層去到大小的門點 南通市一止禁令馬上實施 不能再銷售這些紙責公仔或紙錢 這個決定如果真的嚴格落實的話 有多少小商家又會血本無歸呢? 看到南通市的新聞 我就第一時間想起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 再度訪問我們的中國大陸 一年之前 馬英九73歲 是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 當時以祭拜祖先和參訪中華民國重要歷史現場和遺跡作為主體 在今年去再次到訪大陸 訪問內容上就提升了一個檔廠 從自己家族的家製 提升到成為中華民族先祖的公仔 在一年前的今日 即2023年的4月1日 亦是一個預人節的日子 馬英九在湾南省商譚縣查恩寺鎮 襄陽村馬家的祖母進行製造 根據圖片我們可以看到馬英九當時祭祖是有燒香的 但燒香事實上在中國大陸 是被視為一種封建迷信的活動 例如在遼寧省的朝陽市 今年發布了清明節文明祭祀倡議書 其中第一條提出要秉棄掃墓祭祖焚燒子前香竹 燃放煙花炮竹等陳規漏集 事實上類似的規定在其他城市也有 例如早在兩年前的2022年 廣西的柳州市已經表示 清明祭祖期間 不能使用明火 不管是各殯葬服務機構 還是鄉村的散葬墓 鹽金焚燒香竹子前 和燃放煙花炮竹 今次馬英九的大陸訪問行程 其中一個重頭戲 就是清明公祭 牽原皇帝的典禮 很多人都很關心 這個公祭的儀式流程究竟是怎樣的呢? 裡面又會不會牽涉燒香竹或燒子前呢? 大家都知道 牽原皇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民子祖 他的寧墓皇帝寧被稱為中華第一寧 千百年來 到陝西省皇陵縣喬山去製揭皇帝寧的人都樂役不絕 皇帝寧也成為海內外華夏兒女沉根應祖的聖地 1937年時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 共產黨和國民黨決定聯手共同抗日 為了強調這個全民族團結 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一起去皇帝寧進行祭拜 因此多年後 今年馬英九再次來到皇帝寧進行公祭 在兩個黨的互動歷史中有深刻意義 根據網上資料 皇帝寧祭祀總共分七個流程 分別是全體肅立、激古名宗、敬獻花籃、公讀祭文、行三曲公禮、惡武告祭和佔陽聖殿 我們很高興看到這七個流程中 都不會造成空氣污染和火灼的風險 1937年共產黨和國民黨第一次共同制止皇帝寧 接著就是全面的抗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 今次馬英九來中國大陸進行皇帝寧的公祭 會不會又是兩岸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另一個先兆呢? 這集時事觀察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我是國海,我們下星期再見!